我们许多居士平时都很精进 但在灵命中时 家人如果不能如法安排后世 遇到什么情况无法遇掉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样无障碍 最后一念不在阿弥陀佛上 能否往生 这很多信众常常提这个问题 这个平时你注重信愿成名 跟阿弥陀佛已经报上道了 注册上了 到时候阿弥陀佛会有智慧善巧 微神力量来解决我们的一切障碍 你不要老是想到我怎么解决障碍 阿弥陀佛会解决障碍 你就祈祷阿弥陀佛 我们每一天念那个 愿我临终无障碍 阿弥陀佛远向你 那么无障碍 一个是外面的家庭卷说他人事实的障碍 还有自己多声多急的烦恼 构成的障碍 这些内外的障碍 有时候都不是自己的力量能够排除的 但是你如果自身请阿弥陀佛来解决 一切都能得到有效的排除 我听有个句子说 由于他的子女都不信佛 他就希望自己等他子女上班的时候 他往生 还真的就是这个实现了 因为子女在家里 可能觉得赶紧送医院 送医院插管子 他觉得这里是障碍 结果他往生的时候 他子女回来已经走了 也没有送医院的机会 那么临终的时候 这一面是不是在阿弥陀佛上 实际上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因为这是讨论了一个 你不能把握的问题 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没有说 你临终这一念 一定要在我阿弥陀佛的佛号上才能往生 他没有这样讲 他只是说 你自信性要预生我国 乃至实念 乃至实念通平时啊 要注意啊 你平时有这个实念 这是佛要求我们的功夫 你做到了平时都能念实声 阿弥陀佛 如果临终这一念 能够在阿弥陀佛上 你有这个功夫 固然好 但是 如果你临终这一念 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但你平时确实有信任声明 灵命中时 愿往生的心还存在 那也决定可以往生了 知道吧 因为我们一定要站在佛的愿灵的角度 去考虑往生的问题 因为阿弥陀佛的48大悦 已经给我们明显的传达 这个一种承诺 这种承诺佛会兑现的 佛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灵命中时 佛知道我们灵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有经典说 你就是如睡眠去 你在睡梦当中往生 你睡梦当中走 你也可以往生了 他已经进入睡梦当中 睡眠状了 他怎么能谈这一念在阿弥陀佛上面 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的那种光 能够在我们的梦中做佛事 能够在我们阿赖耶士的最深层产生作用 他的大悲愿力光明 就能导引我们的神识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如果佛没有这么一种智慧和能力的话 他怎么能够说 能够普度九法这众生 乃至于冤飞软动的众生 我都能够救度 乃至于阿弥陀佛的众生 我都能够救度 没有金刚传不乃慈济佛 阿弥陀佛竟能发出这样的大悦 普度一切众生 让一些众生一无一落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临终的所有的障碍 法藏菩萨在五节的思维当中都已经观察清楚了 都已经给我们解决掉了 所以我们相信阿弥陀佛 认从阿弥陀佛临终的节影就好了 你不要考虑自己有没有障碍 你要考虑阿弥陀佛的慈悲 愿力智慧 愿力的不可思议的伟大 谢谢